在道路上行驶 我们可以遇到行刑瑟瑟司机 而且我们在驾驶学校学习到的驾驶技巧 好像在路上并没有人会遵守 但是在开车的时候 有这三条规则确实大击 最后一条很多人都不懂得掌控 也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第一 单手操作 有经验的老司机 在开车的时候都习惯于单手操作 而且另外一只手放在单位或者中央扶手上 但是这种情况虽然比较简单 而且车辆在行驶起来 也比较轻松愉快 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紧急状况 那么根据驾驶者的心语模型 会下意识向左达方向 这时如果在高速上 那么就会撞到隔离带或者旁边的汽车 发生危险的概率 就会特别的大 正确的方式是三点和九点握住方向牌 以保证足够的把握力 第二 跟车时候只看前车 很多新手司机上路 由于紧张只会紧紧的观察前方 而极少观察后视镜 这一点也是极其错误的 观察后视镜 以确保自己和后方车辆 是维持一个稳定状态 否则发生追尾 就得不上市了 第三 保持合理的车距 保持车距与自己的车速 有着极大的关系 当我们在行驶高速的时候 车距就要保持在150米左右 这时才能在紧急情况下完成制动 打方向盘也是最安全的 但是这也是很多司机朋友 最难掌控的一个地方 不过小编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改掉这三个患毛病 只有保证车辆有着完全的掌控能力 这样也兼顾道路上面其他车辆的安全 最后也要多多练习 保持车距的能力 速度快或者速度低 都会有一定的危险 一定要合理驾驶